見到阿哥這麼大的分別 我誤解了以為是阿婆 但化妝後成為了仙女的女神 她已經五十多歲了 所以她保持得很好 劉嘉玲近年長居在上海 她登台出show 還有上這個綜藝節目 工作一郎接一郎簡直是女強人 雖然生活這麼忙碌 但仍然保持健身的習慣 日子健功身體健康之外 皮膚還是越來越好 其實這件事我一定要說 因為我以前有這個行山的習慣 我走了很多年的山 至少有六年或八年 我忘記了 是這一兩年 尤其是去年開始十月 我鬼死亡 現在沒有時間去行山 以前走上山頂 周不時見過她三幾次 她以前坐過我機 分別見過梁朝偉在行山 當時我有一天好像是練初七人一 我跑一跑一步 見到一個女生 為何這麼像劉嘉玲 但她的樣子很年齡 很年齡 長者 但我就說 這個會不會是劉嘉玲的媽媽呢 我的心在盤算 因為當時是人一 公假期是星期日 我說 劉嘉玲明明知道她是長頭髮 但這個短頭髮 我相信這個很像劉嘉玲的婆婆 哈哈哈哈 這麼像劉嘉玲的婆婆 可能是她媽媽 以我所知她是沒有姐姐 有弟弟 後來我晚上 我看了一個節目 錄影 看到周刊 她做封面 那個封面 有人誣她 說她跟一個男生頭的 那個雜誌 胡亂寫 說她跟一個男人 她認得那人是她身邊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叫阿楓 阿楓是她多年的朋友 阿楓的女朋友 她是女朋友 又是她很好 非常要好 她們整個班人一起去行山 可能那段時間 她自己經常駕車 或者自己去山頂 但她以前很喜歡行山 不 她一向都喜歡行山 但她以前還在香港住 很喜歡跑山頂的圈 但第二天 我在雜誌上看到 原來她真的剪了頭髮 所以我心態覺得 劉嘉玲如果沒有化妝 和她化妝 她是兩個人的樣子 你說如果這個諾貝爾發明獎 能夠頒一個 化妝品的發明者 其實她是值得擁有這個 諾貝爾發明獎 因為化妝品的技術 日生月熱 可以把一個婆婆變成一個超級美女 她說她皮膚好 但其實她平時 如果有行山的時候 她是出席功能的時候才化妝 因為她以前坐過機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那麼成功 很低級的 但之後她又去過 有一程飛機去紐約 當時的頭等 是誰呢 因為頭等有六個位 其中後面的三行 三個名人 坐了一半 頭等機倉 有劉烈龍的大女 然後有劉嘉玲 然後有趙薇 最好的話 如果我心目中有三個名人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趙薇 因為趙薇 她的行為是 是很靜 不出聲 不是說她 是靜 不出聲 而是一貫有錢人的作風 是這樣的 沒有說巴枝閉 巴巴閉閉 你說 大佬 她的大女 她是專注 你跟她說話 你要等她 你跟她說話 她是不太理會你的 去到她自己看電視 看得很入神 不知道是否這些自小訓練 她出生的時候 已經是千金 千億千金 她看完的時候 你站在那裡等她很久 才回答你的問題 另外 柳渣嶺好不好 柳渣嶺 其實她是好 她是客氣的 但她因為跟鄧永恆 鄧永恆的妹妹 也是湯乏 她坐在商務客位 但去美加紐約 紐約的機票是最貴的 當時應該是18萬一張 頭等的來回機票 但那位她的朋友 就是坐在商務客位 但去美國 不准 cross over 另一個機艙 你坐在商務客位 就坐在商務客位 其實是不給上來的 但她叫了她的朋友 劉交靈叫了她的朋友 就坐在她對面 如果她不是坐太久 就不出聲 可以坐 但坐下 好像當自己是頭等的客人 那樣 然後我就叫一個 senior person 跟她說 不好意思 我們其他 即是這班機 未加 可能因為自從九一一關係 已經不讓客人 cross cabin 可能要你的朋友 聊一會兒 她也很有禮貌 劉嘉玲很合作 但在合作之中 她就不夠趙薇那種 那種低調 可能都做慣明星 而且她已經很成功的女商人 但在外面 我身邊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 另外一個姐姐 認識她 其實她的人 都是很義氣子女 所以她圈中 也有很多朋友 但說回這裏 她皮膚好 其實她省省很深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不是多應酬 但一化妝又 不同了另外一些人 我認爲一下 一大難餐 有沒有Skin Care 找她做代言 是不是 說真的 她這個年紀 如果找那個Skin Care 她這麼不介意 外出都不化妝 其實她應該 可以一些Skin Care 找她做代言 化妝前 化妝後 兩個樣子 因為她都不介意 給別人看到她 很多人見過她沒有化妝的 雜誌封面也拍過 對不對 所以她應該有些Skin Care 那些大牌子 找她做代言 看到她的這麼大的分別 一個 不解了以為是婆婆 哈哈哈哈 以為是婆婆 但一化妝之後 成為了仙女 女神 真的五十多歲 對不對 所以她保持得很好 除此之外 她身形也很健康 一些多餘的脂肪也沒有 因為日子見功 大哥 她經常都跑步 我想她保持了很多 其實我跟以前的客人 又或者看書 其實很多成功人士 都有做運動的習慣 她保持著這件事非常之好 所以將來 除了野山暴和發哥之外 你們不妨可以野山暴和她 因為她回來香港 她 經常在她的IG 跟她身邊的朋友 不僅是上山 行山 很多香港不同的地方 她現在居住在上海 她在打卡 每次經過東方明珠 她都會拍一張大頭照自拍 今次你看到她 戴著她的黑色帽 還有太陽眼鏡 她現在身家 憶憶腥計 打扮都很樸素 其實很多有錢人 都是打扮平時很樸素 以前在飛機工作 最有錢的人 表面上看不到她 但有的行為和氣質 可以看到那些人 是出自鳴門的 真的有一道氣場 所以她自己現在這麼成功 周不時都要跟 一些很國際的生意人 談生意 她自己都慢慢沾染了 這種的習慣 平時選擇 難道我去跑步還戴了Chanel 大哥不行 記者大驚小鬼都說 哎呀實在令人敬佩 好似未見到大蛇阿尼歐 麻煩 好了 另外一則新聞就說 劉嘉玲 她的媽媽是76歲 她自己現在55歲 但她的樣子 就算她沒有化妝 黑眼圈的樣子 其實她的樣子 不像55歲 就算劉嘉玲沒有化妝 她的樣子都像Mid 40 所以你想一下做運動是多麼重要 大家不妨 除了做運動之外 就是湯水 為何那些西妹 那些外國人的女人 為何她這麼不耐心 因為她不像我們亞洲人 尤其是香港 我不知道內地的人喜歡喝湯 但香港人很喜歡喝湯 所以一般來說 香港的女性 真的很耐心 如果海外的網友 你們住在外國 來不時 可能去台人街買湯水 煮一下自己喝 這樣 保持得好 你們好像有說我 皮膚不錯 我的皮膚其實不是十分好好的 但是這個問題 我經常開懷大笑 大家都和我一起開懷大笑 開大喇叭 和我一起說說笑 我的性情中人 偶爾都會留下馬尿 你經常笑的話 你吸入一些氧氣 你的人有氧氣 你笑的時候有肺部功能 加上你的氧氣 會帶點血進去腦 你的心境更年輕 你的樣子看起來 都會年輕一點 或者皮膚好一點 這些全部都是一連鎖反應 如果你一天吻薑 你的臉很容易皺 很多皺紋 不開心的樣子 全部都給別人看 所以多點 貼YouTube頻道 Smart Travel 朝晚都一劑 Smart Travel 青春藥 說她媽媽又說到這麼遠 劉嘉玲和她媽媽的感情非常好 她媽媽今年已經76歲 都看不出 因為她媽媽頂多年輕十年 像60歲 未至於像兩姐妹 因為她很浮誇 她今天凌晨說 在IG上寫了 為何要凌晨來寫照片 她寫了一家人 家庭照聚會的美照 並且留言 Happy Birthday 不是她說 Birthday celebration for my mom and brother 然後她說 祝媽媽和哥哥生日快樂 而嘉玲的老公 梁朝偉當然是在場 但是那張照片 我很懷疑也是用Filter 我先抽出來 看看這張 OK 嘉玲姐 嘉玲姐 看看 為何不見了 對了 這張 葦仔哥哥 你看到她的皮光肉滑 我相信這張照片是用了Filter 不緊要 她們眼神也很厲害 厲害 厲害 厲害是跟你腎有關 肎是很有關 所以不要以為女士才會有湯水 现在多了人进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一直有看SmartTravel 最新进来的话,我会讲刘培基,梁思浩的八卦东西 你还没订阅,快点订阅 继续讲完 虽然他已经连届76岁,但保持着非常好 看上去完全不像真实年龄,跟嘉玲姐一样有动灵友术 散发着一个优雅高贵的气质,获得网民激赞 现在加入一些娱乐新闻,嘉玲姐跑步和她妈妈和弟弟和老公 我加入一些生活八卦,古迟有群方抱 曾经里面有这样说过,嘉玲生活八卦就是说 一个人喝什么汤水,这些转天气的日子 他说群方抱就这样说 小雪气寒,而章雪耳,地寒未沉,而雪未大也 意思就是气温急剧地下降 在阴性阳需的状态,需要应该锻炼身体 例如山步或跑步,就像嘉玲姐做那样 适当曬太阳,助长人气的阳气上升 收藏阳气,温经脈的作用 注册的中医师就建议在这些转天气的时节 可以防寒养肠 适宜吃一些温饱性或者益肠的食物 这个男女也对的,因为 多谢Kin Ho Poon,多谢成为会员 为什么两个女人看起来这么年轻 接着有男士,梁朝伟虽然有些潮脾,肥鬆 但保持着眼神,肾水足 这个汤水,男女也对的 包括了淮山沙芯,松草花汤 因为松草贵,松草花便便宜很多 好了,这个当中有淮山和栗子 可以补肾健脾,松草花便宜肾补肺 沙芯便宜慰新津,杞子可以明目补肝肾 这个汤水,大家可以准备一两沙芯 松草花一两,鲜淮山半条 然后鲜栗子两两,杞子一两,蜜棗四粒 加水1.5升,少量的盐 这个是两至四个人的份量 如果这个秘诀可以用一些已经剥掉的鲜栗子 是最为方便的 另外如果怕这个鲜淮山切的时候 使手会恒养,可以戴上手套 又或者改干淮山 好吗? 这个就是和大家分享第一份娱乐新闻 加上生活八科 好了